因为我们聪明都不肯吃亏 所以我们会把耗然正气都用掉 就变成没有耗然正气 那或许时常讲 没有耗然正气 我们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没有感觉 可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我们感受就会很大 在没有人的地方 会感到害怕 那个就是缺少耗然正气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时时刻刻都跟决心在一起 耗然正气都在 不会消失 那假如说我们要培养 那培养耗然正气最好的方法 就是吃亏 能够吃亏的话 耗然正气就可以培养 所以我们台湾话有讲 所以人家说天都不会起亏来 如果人聪 天都在做水套 有没有听过 所以我们太聪明了 这个要了解到 不肯吃亏的话 把耗然正气用掉了 用掉以后 那个无形的 我们空间有很多无形的 那一些优敏鬼粉 慈美王亮 他看到你没有耗然正气 就想坐你一拳 那我们被那个无形的 一坐到了以后 身体就不舒服 可是没有形象 只是不舒服 那我们去找医生的话 医生检查不吃毛病 说你什么 这个器官都正常 那个指示都正常 可是很难过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还有啊 那不好耶 不要有耶 那个表示说 我们啊 这个平常之中 都善事不做 没有啊 那个急省拥护 所以那一些 这个优敏鬼粉 慈美王亮 凶神二杀 才会找我们麻烦 被他找上了 就是要受一点灾难 那我们要了解说 这一些呢 我们都可以去掉 这一些灾难 我们可以不要 不要的话呢 就在我们 这个本体啊 我们佛性本体之中 建立 建立浩然正气 自然有 就是人格都很清高 我们这个人在天地之间 跟天地是其间 一样 天地人 人为三才之一 是很 很这个殊胜 很大的 可是我们现在人都不敢讲 因为我们 没有带 带天来学话 我们要留意 这一切 都不敢说